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雁儿 你怎能去那种烟花之地呢 这事要传出去 你还怎么见人呢 我跟她好像没对手戏吧 雁儿是谁啊 你认错人了吧 你啊 花府大小姐花妍啊 花妍 哦 好像是我演的那部剧《女主在戏》里面的名字 那你叫什么呀 巧语啊 我叫花妍 你叫巧语 对啊 行了这位老师 您别在这里花言巧语了行吗 我收工了 我回去还要接我男朋友呢 小江我威胁 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老骗子 闪开 怎么看不见我们组的工作人员呢 雁儿你说什么呢 别闹了 赶紧跟我走 明日就是 在那儿 快追 快走雁儿 小哥牛 你你 再疼我了 放手 城主好 城主好 这是哪儿 祝城主茂尾盛兮兮施 尝命过败岁 城主 什么鬼 要我做错片场了 还是为我 回来 雁儿 明日就是册封城主的典礼了 好生准备准备吧 大哥 你别闹了 在那儿我真的生气了 我收工了 回去还要约会呢 OK 来人啊 将他带下去 没有允许不得开门 是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 有危险我可以给你啊 别这么暴力 我不是下载反战IPG了吗 怎么还能被绑架啊 少爷 本来一切顺利 在逍遥楼就可以杀死华妍 可谁知 乔与少爷出现了 将棋带走 他就是一个野种 明日可就是册封大典了 这一任是华妍 下一任可就是您啊 城主之位 早晚都是您的 你早死完死都是死 还不如现在死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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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儿 你凭什么把我关在这个破地方 看你长得帅的份上 就不跟你计较了 哎呀 雅儿 你别再胡闹了 城主之位非你莫说 你知道多少人 想做都坐不上来吗 今日就是典礼即日了 你放心 到时候有我助你一臂之礼 大哥 你有这时间陪陪老婆 约约会不相吗 我真的要走了 休有胡闹 参见一副 莲儿啊 你也知道 弟弟就要退位了 这总不能群龙无首吧 再说这个位置 也理应是你 爹 好饿啊 你 你弟弟 对这个位置可是胡适担长 咱们花陵城城主之位 向来不分男女 全情善缘 你呢 生性善良 既恶如仇 这个位置 非你莫说 策封大典 就要开始了 你呀 赶紧收拾收拾 可别出岔子 城主一决我是真没兴趣 谁来做谁做呗 我又没拿这份片酬 干嘛演这出戏啊 演戏 放死 我 你这老头干嘛动手动脚的 没大没小 叫我老头 我哪儿了啊 你可以直呼我花甲的名字 叫老头 就不行 花甲 我还粉丝呢 这死丫头 老实的 是你让我直呼名字的 义父 都是我把眼儿给灌坏了 您别生气 今日典礼其日 不宜动脑 听你哥哥话 一会儿给城主画上典礼的衣物 好了我来看 是啊 这都什么情况 一会儿花言巧语 一会儿花家粉丝的 还要无缘无故差点被打 要不是看在她是老年人的份上我就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是老年人的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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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让我来说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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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